中国乒乓球队毫无疑问是世界乒乓的霸主 不过不管是奥运冠军还是大满逛选手 在比赛中也曾做出过不理智的举动 而这些败人品的行为大多数还都遭到了处罚 今天就一起来旁点下吧 作为难拼历史第一人的马龙 在拿到自己第一个四拼赛当打冠军后 直接跳上球台疯狂庆祝 不得不说方博的脾气真是怪好呢 这种情况都愿意跟对方握手致力 话好像说早了 方博也有过冲动的时候 在一场拼超联赛中 方博由于对裁判的判罚不满 因此一脚踢翻了毛巾筒 裁判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给了方博一张红牌 赛后方博还被竞赛两场 梁静坤在击败队友林高远后 将球拍顺势插进了裤子里 而且还露出了嚣张跋扈的表情 如此不雅的举动 让光仲和球迷非常愤怒 最后梁静坤也难逃竞赛的处罚 又是拼超联赛中出现的不和谐一幕 好帅与张玉东在比赛结束后 差点发生冲突 原因是张玉东认为好帅在赢球后 朝着他挥拳是在挑衅自己 所以拒绝握手 好帅也不逛着他 直接抱起了出口 最后两人双双遭到了竞赛的处罚 沙神陈启当年在亚洲杯决赛 输给王浩后不仅摔球拍 而且还飞踹椅子 口中脏话不断 陈启的结局 相信大家时至今日仍记忆留心 除了向全国观众公开道歉外 还被下放到河北一农村养猪 张继科年轻的时候 也是暴脾气的代表人物 在世界杯决赛显胜马龙夺冠后 张继科完全释放了战骚的受性 对着场边的广告牌一顿猛踢 此举不仅震惊了场边的观众 更是让国际拼联十分愤怒 直接把张继科到手的30万冠军奖金给没收了 甚至连刘国梁都亲自站出来为张继科的行为道歉 王楚清在面对队友赵紫豪之时 经历七局苦战遗憾输球 随后恼羞成怒的他竟然直接朝着队友扔球拍 而且还险些击中赵紫豪 后来王楚清因为这次的不理智举动 被中国拼鞋竞赛三个月 中国名将徐辉为了抗议国际拼联禁止运动员 在取胜后脱衣服庆祝 因此想了一个拙劣的办法 当着光众的面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不仅如此 徐辉还走到场边对着镜头竖起宗旨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败人品了